原标题 和电视剧不同的是 真实的后宫争斗没有那么集中 并非时时都争处处都争 汉顺帝本来就是太子 可是他这个太子当的比较委屈 曾经一度被废除太子之位 可这个废太子却又封回路转的当上了皇帝 可以说 这其中的过程堪称一个收视率超高的皇权宫斗剧 要说刘宝本是个汉安帝非常宠爱的皇子 那么为何汉安帝狠心将其废除了太子之位呢 这里还要把目光转移到后宫 其实古代虽然不允许后宫参与政治 可是在实际的皇权争斗中 却潜移默化地受到后宫的影响 因为后宫和潜艇本来就有很大的关联 一些官员的女眷都会在后宫有着特殊的位置 久而久之皇帝的决策和想法都会受到自己喜爱的妃子的影响 这所谓的撤边风在古代皇宫里也照样盛行得很 这也是潜艇官员即使用尽各种手段都要把自己人安插在后宫的原心 这更是古代皇室中不成文的规定 至于太子刘宝辈分 也是后宫拥有自己的优势干涉皇权的后果 原来太子刘宝的母亲出生卑微 而汉安帝的皇后盐皇后一直没有生下皇子 刘宝出生后 前皇后就打算除掉他们母子养 原皇后感觉自己的皇后之位受到不可姑娘的威胁 一旦刘宝当上了皇帝 那么他这个皇后之位就岂岂可悲了 自己未来当上皇太后的美女也会泡她 展开全文 于是前皇后就日夜想着除了他们母子养人 刘宝贵为皇子身边的戒备森严 不好下手 那么就先从她的母亲下手 刘宝的母亲是一个宫女 像刘宝母亲一样的宫女数不胜数 即使生下皇子 地位也不会上升很多 所以想要除掉一个宫女 还是很容易的 就这样 原皇后设计用毒药杀死了刘宝的母亲 这一切都被刘宝看在眼里 可还是个孩子的她 又能做些什么呢 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已经是万幸了 除掉刘宝母亲的颜皇后 对刘宝更加的看不顺眼 她知道 如果一旦刘宝当上了皇帝 这笔账肯定是要找她算的 可以说 除掉刘宝是颜皇后梦里都想做的事 可是 要实现这个梦谈何容易 如果一旦被汉安帝知道 颜皇后所做的这一切 那么 等待颜皇后的 不仅是自己被砍头 她背后的皇亲国妻 都会跟着遭殃 不能杀了刘宝 那么 还可以把她拉下来 废除她的太子之位 那未来的皇权 还是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 颜皇后每日在汉安帝面前 说刘宝的坏话 久而久之 刘宝在汉安帝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终于 在颜皇后的一次谈颜后 汉安帝大怒之下 下令废除了刘宝的太子之位 至此 刘宝被贬为 继阴王 刘宝被废除太子后 汉安帝在宫外去世 颜皇后感觉自己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她和颜氏一族联合宫内宦官 一同打算密谋 拥立一个皇后小儿当皇帝 而自己可以垂帘听政 暗中掌握皇权 外戚颜氏一族也可以一步登天 那这样的话 天下就要改姓颜了 回宫后 颜皇后便联合自己的势力 拥立了刘宝为皇帝 颜皇后终于实现了 自己独断专行霸占皇权的愿望 可是 这种好日子总是短暂的 由于当上皇帝后一直生病 随时都有可能一命呼呼 这就让宫内的各种势力 又开始暗流涌动了 以颜皇后为首的一派 正在挑选其他可以做傀儡皇帝的候选人 打算故技重建 以宦官孙城为首的一派 打算发动政变 重新拥立汉安帝的儿子刘宝为皇帝 在刘义做了七位月的皇帝后 阴并去世子 这时候 宦官孙城打算先下手为强 他联合宫内的其他宦官 一同杀掉了颜皇后一派的宦官 并且挟持有威望的宦官 李润取用立新皇帝刘宝继位 在孙城策划下 刘宝成了汉顺帝 可是 此时的刘宝也只有十一岁而已 说白了 这个皇帝也只是宦官打算夺权的一枚棋子而已 孙城在拥立刘宝当上皇帝后 便从颜皇后 那夺回了玉玺和对应的皇权 颜皇后一族全被逮捕 颜显 颜景 颜艳兄弟及其党羽全部诛杀 其余稍有关系者也满门诛杀 颜皇后也被废除皇后之位 最终 被赶出了皇宫 这场皇权的争斗就此结束了 废太子刘宝虽然当上了皇帝 可是 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只是一个争夺皇权的棋子 当上皇帝后的刘宝 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 他的这个皇位 是宦官帮着抢来的 在宫内要受到宦官的明里暗里的操控 而后期 汉顺帝的皇后梁氏一族 也逐渐的参与到抢夺皇权的斗争中 可以说 刘宝这个皇帝 是夹在宦官和外戚中间的一个肥肉 任凭宦官分外 西凉是两方适逆的算计 健康元年八月初六日 汉顺帝刘宝在玉堂前殿去世 十年三十岁